根据美联社报道对于拜登而言 尽管俄乌战争是始料未及的危机 但是却郑重下怀 因为这更吻合拜登他的外交政策的愿景 像是俄乌战争中可以看到 展现美国民主的自由政权 比起专制政治是可以更克服问题 而就在拜登他闪电访问基辅 高调的展现对乌克兰的支持的时候 俄罗斯总统普丁他随后在国情咨文中 是宣布了要暂停参与美俄的 新消减战略的武器条约 并且他在会上重申 这个战争并不是俄方发起的 而是他们 这个他们也就是西方世界还有 而乌克兰挑起这个战争 俄罗斯他们是为了要阻止 所以才会动武 在欧洲战争将满一年之际呢 世界的三大领袖 由普丁开头拜登接招最后是由习近平收尾 纷纷都发表了谈话 那普丁他在拜登闪电造访乌克兰之后呢 国情咨文现在是特别的受到瞩目 一个小时45分钟的演说中呢 是创下了最长的记录 演说的重点包括了将以往总称呢 对乌克兰的特别军事行动改口为战争 并且呢普丁他重申战争并非俄方发动以外 是大篇幅地论述了战争的正当性 坦承尽管现在战争是艰困 但是呢他也暗示战争已经没有回头路 不过在演说中呢 其实最受瞩目的就是普丁他宣布 俄国将暂停参与美俄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 恢复核事报 不过他强调呢 这个是暂停并不是退出 普丁说尽管俄国并不会率先动手 但是呢如果美国呢恢复了核事 俄罗斯就会以同类型的行动来回应 那么这项莫斯科和华府之间呢 最后一个的主要条约 是两国在2010年4月正式签署 2011年的2月是正式的生效 并且是在2021年延到了2026年 那么其实这个条约呢 主要就是要限制双方核弹头的数量 部署核弹头数呢 是不可以超过1550枚 洲际弹道飞弹不可以超过700枚 那么潜艰的部署呢 也不能超过700枚 发射的工具量也是不超过800枚 那么这两个核武大国呢 现在分别是拥有5977枚和5428枚 那么对于其实呢 对于普丁来说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他表示 俄罗斯的决定是不负责任 强调呢美国是依旧是愿意协商的 而世界的另一头呢 北京作为世界另一个大国 面对美俄现在是隔空较劲 对抗是明显的不断升温的 中共中央外事的办公室主任王毅 他今天就告诉俄罗斯的国家安全会的秘书长 帕特鲁舍夫 中俄关系呢 现在是坚弱磐石 可以在国际变局中经得起考验 而大陆外交部呢 昨天则批评 美国呢 你才刚刚警告大陆 不要向俄罗斯提供知名性的武器 结果自己却向乌克兰提供5亿美元的援助 到底是居心何在 另外昨天在记者会上呢 针对美国复国勤选曼指称 大陆是越来越大的挑战 因为北京政府是有能力破坏 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 王文斌他也是炮火猛烈的强力回击 他从美国的晶片法 以及截落气球的事件 是一一的举例 表示美国霸权霸道霸凌 才是国际秩序的头号最大破坏者 美国推行垄断打压的科技霸权 借保护知识产权之名大搞垄断 以国家安全为名 将科技问题政治化武器化意识形态化 大搞无差别 兼听窃密 成为名副其实的黑壳帝谷 美国推行蛊惑人心的文化霸权 一边培植自身的黑金黑论黑嘴的舆论产业链条 一边通过种种手段让别国媒体消音 以此操纵国际舆论 事实充分表明 美国是当之无愧的国际规则和秩序 头号破坏者 霸权霸道霸凌 就是对待国际规则 处理国际事务的美式标准 不久前 美方不顾中方多次介绍有关情况 无视基本事实 编造间谍祈求叙事 拜登总统亲自下令 悍然出动战机击落中方飞体 这正是美方霸道霸凌做派的优异鲜活力政 奉劝美方 与其给别人乱扣帽子 不如反攻自行 纠正错误 并其霸权 尊重主权 并其霸道 共同和平相处之道 并其霸凌 致力于互利共赢 外交部长吴钊燮跟国安会秘书长顾立雄 两个22号抵达美国在台协会华盛顿总部 预计将要跟美方的官员 针对台美国安议题举行闭门会谈 金融时报引述知情人士的报导指出 吴钊燮和顾立雄 将会跟美国的官员举行秘密会谈 这类对话呢 属于美台之间特殊外交对话的一环 主要是避免触怒北京 美方的主要与会人士 是美国复国家安全顾问范娜 好 另外也有知情人士指出了 美国复国亲雪曼也会加入这场会议 美国复国家安全项目